民主政治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需要對它的城市 它的選民來負責 不要隨便切換車道 要好好把自己的車開好 這是最後一個任期的 2024有規劃下來了 我想人生的劇本是很難預先投看 那就要把握當下 那其實這個我剛剛講的 不要隨便切換車道 要好好把自己的車開好 有沒有可能現在的朋友 可能變成將來的對手 現在的朋友或者是未來的朋友都一樣 從每一個朋友身上學習到更多 那我想其實我們確實是很好的朋友 那也確實有很多互相的對話的機會 那我都很珍惜 那怎麼看最近掀起了一些罷免熱潮 我想民主政治 那麼每一個政治人物都需要對它的城市 它的選民來負責 我想這是基本的出發點 那我想我們都尊重每一個選民的選擇 我們從第一次接觸遞包 我覺得只是想讓我們有一個選民的選擇 我們今天是在這一個選民的選擇